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如今90后也到了30而立之年 成为了社会中的中流砥柱 我们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我们所遇到的财富机会 60后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 70后享受到了实体经济的红利 80后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红利 那么90后能享受到什么红利呢 也许能享受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时代的红利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未来财富机会的把握 是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知识化 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未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集中化 未来20年90后霍江是最惨的一代 我们挤着往下看 第一,市场竞争大就越来 90后这一代是教育普及的一代 不像60后、70后 即使有一个大专的学历 就算是高水平的人才了 是市场中的香伯伯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国家还包分配工作 那只要上了大学就不愁找不到工作 但是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化 高水平的人才是越来越多 截止到2020年 在校的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300万人 学位的饱和使得90后在市场竞争当中 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 这也就意味着90后这一代要花更多的精力 和更多的财富 在学业上才能够找到更加满意的工作 那其次经济发展的越快 技能淘汰的速度也就越快 那现在一项技能的高价值期只有五年时间 学而无用越来越明显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即使你花了很多的精力 以及很多的财富 完成了你的学业 但是想在市场当中找到你所对口的工作 那也是很难的 那因为经济发展的太快了 你所学的专业啊 往往等你毕业以后就已经过时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高学历的人才 在市场当中还是要从头开始 从底层做起 所以说这批90后 他们不但要面临着高学历者的竞争 还要面对着市场当中那些技能人员的PK 那更要面对啊 经济发展规律当中的自然淘汰法则 所以这一代人就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二财富越来越高度集中 这十来年互联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我们要知道互联网是打破了任何行业的边界 不像十年前实体经济 你再牛啊 你也只能做到你一亩三分地的生意 现在不同了 每个人呢都可以做到全国的生意 一个人就可以干掉一家公司的时代来宁了 那这样就打破了行业竞争的壁垒 是赢者通吃的天下 这样就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财富高度集中 其次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竞争无壁垒 导致了财富高度集中 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市场霸权主义 一旦垄断市场啊 普通人就很难再有机会去创造财富 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些互联网巨头 不但有钱 还有人啊 更是矩阵布局 触角也是越来越长 给我们普通人想翻身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90后这一代到处都充满了机会 但是呢 想创造机会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难 第三 独生子女养老负担重 90后这一代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再过20多年后啊 这代人也将近50岁了 养老的问题摆在面前 夫妻两个人也要养四个老人 那如果自己的父辈积累了财富 那自然90后这一代的压力也就倾斜 那如果自己的父辈没有积累到多少财富的话 那么养老的问题就是90后的一座大山 养也痛苦 不养更痛苦 那真正的压力山大 所以通过90后这一代人的就业问题啊 创造财富机会 以及养老这三个问题来分析的话 90后无非是压力最大的一代人 那当然压力再大 我们也要干呢 再大的困难 生活还要继续啊 我们能做的就是扔掉身上这种傲娇 卢起袖子干吧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傲娇的资本了 也不再是父母亲眼中的乖宝宝了 所以呢 你对90后或将是未来20年当中最惨的这一代 这个话题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